Hello 大家好 今天講一單新聞 明星足球隊和大陸的貴州熔江村 貴村 聯賽超聯 在香港的大球場進行了足球邀請賽 這個卡士見仁見智 政府也有說為何不聘請美絲和私囊 有人說叫價幾千萬美金 所以說不要搞太多 打回大陸的就OK 但也引起了一個風波 其中香港明星足球隊王逸華 用腳特意踢貴村球員 引起大陸網民非常不滿 直跡她的求品差 想想事源就是王逸華 大家知道她是一個性格比較火爆人 你看她的樣子也像火爆狼子 王逸華這個演員 其實早些年演起也蠻出名的 想想提起王逸華就會想起天龍八步的喬風 即是喬幫主 亦都是這個自大BGM的男人 即是一出韓龍十八獎就有BGM 大家知道早期的TVB電視劇非常賣浮 所謂的賣浮 特別是大陸 簡單來說 很多早年的劇集都很深入民心 大陸人都很常看 本身很多大陸人都喜歡王逸華 但看了球賽之後 就對她的改觀 並且要求她向貴村的球員道歉 事緣就是踢球的時候 這條影片就是王逸華拿到球 然後後面有個貴村的球員 就在後面這樣勾跌了她 王逸華事後形容就好像炒戒懶一樣 就說都很痛的 可能當時王逸華覺得對方有心 蓄意勾跌她 於是一時不憤 王逸華整個躺著 當時起床的時候就順便一腳勾過去 踢到別人身上 雖然你說大不大力 其實都應該有力度 其實是否故意的 其實事後 我看了明報有個影片的採訪 訪問王逸華 王逸華自己承認其實是故意的 他就說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他就說 突然間明明我自己拿了球 你已經 後面這樣衝過來勾跌我 他說當時有些火 他就說大家都知道我踢球是有些火氣的人 於是那一刻就心想 喂 友誼賽想不想認真 於是一時忍不住 就勾一下 這樣 他自己其實都認了 是故意的 OK 因為他的理由就是他自己的火氣收不到 當場就領了一個王牌警告 其實這班人 我想說明星足球隊 年紀都不小 已經名符其實的阿爺阿伯 大家知道 有些什麼譚詠麟 陳百祥 你一聽他的名字 都感覺到七字頭那些 還有其中最老應該是羅家英 七十七歲 當然你都不預計他們是踢得很激烈的 有些可能是落場刪步 站在那個位置走兩個圈就算了 對不對 其實這班阿伯 其實這班阿伯 踢得很厲害 其實大家心照 王又華好像是六十二歲 這個年紀其實還是有力 你看到香港很多街場 都有一些阿伯的年紀 為什麼這班阿伯踢球 年輕人未必夠踢 為什麼呢 踢過你就知道 因為他們的身形很大分 雖然他的持久力不足 即是這些阿伯 但他的短期爆發是有的 基本上鬥身 押身位來說 十幾歲 二十多歲 那些營養不良 其實是不夠他押的 所以這些阿叔 其實是有一定的爆發力 OK 但王又華這個 六十多歲 仍然有點火氣 踢了一腳 很多人就表示很生氣 即是大陸那些 又說要扔他雞蛋 即是要向對方道歉 即是要向對方道歉 那被他踢那個 就是貴村的球員 好像只有十九歲 好像說 即是二十歲都不搞 那些人就說一個 高中生 年紀就是被你這樣踢腳 即是甚麼甚麼物物 又說怎樣怎樣怎樣 於是乎 就要強烈要求他道歉 當然 其實直至今天 王又華都未有發表任何事 但大家也知道 其實王又華都 還需不需要做 就不知道 即是我不知道財政狀況 即是 還需不需要看這些大陸人面色 我們就不知道 總之大陸網民 都是紛紛要求他 總之是踩到他們的尾 但其實也有些人就表示 喂 即是球場的東西 這些碰撞很正常 說真的 即是 踢街場是說的 的確 無可否認 這些是很正常 你沒有球證 其實也沒有東西 你起身就踢 因為打過 不用說那麼多 那你這樣又不怎樣 對不對 又不是想怎樣 我是踢你的吹嗎 真的是這樣 你香港踢球 我相信大陸踢球也是這樣 你球場的東西 推一下推一下 這些勾一下 你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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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下王入環 那你怎麼計算 那些都是蓄意的 其實 只不過你美其名 是搶球 說真的 那就是這樣 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 有踢開球的朋友 怎麼看 我覺得 是有點不對 我覺得 道歉也可以 可以 但我覺得 不用像小粉紅 這樣說到 現在每次都很遷就 大陸的網民 跟巨英 沒有分別 跟姜B 沒有分別 他們想怎樣 他們要你道歉 你就要道歉 他們覺得 稍微不滿意 就大聲 聯群結隊 基本上 一萬個姜濤 聯群結隊 更嚇人 那些人 當然 不過這些榮星足球隊 都會輸出這些中國 你預料 你可以不道歉 當然 如果你不是要看他們的面色 就不用倒 對不對 明星足球隊 其實都 或者成員看 都挺老 那有譚詠麟 這些 譚詠麟是有心有力的 看之前用那個食女粉絲 就知道 對不對 陳百祥 王日華 妙橋 鄧紹磚 應該都不是太老 四十多 五十多歲 五十多歲 紅天明 然後就是戴智偉 這個戴智偉 就不是足球小獎 香港那時候 你和大家說 香港那時候 改了一些動畫 很多時候都會 本地化 因為等人看下去 聽到有共鳴 即是馬沙這些 壓寶 人家實際上 叫做大空翼 這個戴智偉 其實是香港演員 現在應該轉行為保險 之前好像說 有些婚外情搞離婚等等 我剛好看 有些李梓鴻 何家敬 這些 最年輕應該是賭王 即是何寒生的四公子 何佑亨 應該二十多歲 最後這場球賽 就是明星足球隊贏了 說真的 其實對面擺明是讓賽 整班阿伯 他們就是想獲得賽 就讓他們獲得 反正這些是有儀賽 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踢 我覺得不可能輸 即是對面那個 雖然大陸的足球 真的打了深招 即是角足 他們自己的球迷都知道 但我又覺得 未至於廢得這樣 平均二十多三十歲 一班球員 是不可能會輸給這班 平均年齡七十歲 即是球員 可能他們不敢 即是一來有儀賽 二來他們也不敢太用力 即是這班阿叔 勾一勾 就死了 真是告你不殺也遲 即是動一點 本身不水 骨頭又脆 剛才無法加這麼多 有勝出 我們表演賽 都是收了錢 收了團邀請費 就走了 正義事就是這樣 不過踢球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想說 都沒什麼要說 至於黃任華 這件事會否撻著小粉紅 就看他事後 肯不肯道歉 不過我覺得 其實 他自己事後很冷靜化 他也承認了當時一時火 的確你這個蓄意踢人 理論上道歉都沒所謂 因為是事實 我又不用上升到這些民族層面 這麼誇張 只要你踢球 只要你說球品 我覺得都不太好 你火爆 始終這些 這麼衝動的性格 都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他都不會改 他都六十幾歲了 說真的 人生都去到接近尾聲 你還改什麼 性格的東西 很辛苦 所以就是這樣 而且你可以證實 明星隊那邊 沒有做假 踢得很有火氣 但對面肯定是養菜 我自己覺得 好 今次的影片先看了這麼多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新聞 拜拜